接下来的全球现场带大家来关心了 这个台湾今天的冷松松嘛 不过告诉大家 在阿根提热到爆 热到翻 高温飙迫摄氏40度 不过在寒冷的哈尔滨呢 倒是看了观赏冰雕的日子哦 我们把时间交给若姨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天气真的很冷哦 更冷的画面在这边 不过相当的漂亮 一片白雪世界哦 每年这个时候呢 这个哈尔滨都会变身成为 一座巨型的冰雪乐园 也是这个大陆呢 冬季一个旅游的地方 适逢今年呢 北京即将要主办这个冬季奥运 所以呢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冰雕主题 都和冬奥有关 那么这个最新曝光的画面里头呢 就是当地的这个冰雪大世界 也就是这个冰雕活动展 当中呢有一座这个高达42米 外观呢就像是这个 冬奥圣火的一座冰塔 叫做这个圣火之爹 在这个园区里头呢 而且白天呢 我看起来就是冰雕 晚上呢还配合到了这个灯光 相当的漂亮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围观 拍照打卡留念 除了拍照之外呢 其实现在科技很进步 所以呢游客们 也可以用科技的方式 和这些冰雕来进行互动 比方说呢用声音啊 用体感等等的方式来控制 这个冰雕灯光颜色的变化 那么讲到这个科技呢 这个冬奥二月就要登场了 所以现在进入倒数阶段 防疫工作也备受关注 而在这个冬奥的媒体中心呢 就采用了一系列 AI人工智慧的这个科技 为的就是要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也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 餐食云轨系统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呢 获得了外媒的关注 CNN也有报道 形容说呢 这是历届奥运最聪明的餐厅 有这个托盘呢 会从天而降 热乎乎的面啊 意大利面啊 餐点会这个透过定点传送 准备送到大家的桌上 那么在这个冬奥的媒体餐厅里头呢 这个餐食的云轨系统 从这个点餐啦 支付到送餐 全部都透过机器来完成 那么高科技的运作模式呢 也为这一次的北京冬奥 增添了不少的话题 好 刚刚呢 我们讲到的是冬奥冬季奥运 这个在亚洲 在大陆呢 现在是一片的白雪镜头 要转到阿根廷 今天呢 来看到阿根廷热翻了 大家都在怎么样 试着上身 在泼水 因为太热了 阿根廷正在这个 面临历史性的热浪清洗 而且当地的温度 已经标破了摄氏40度 目前呢 大概是这个地球上 最热的一个地方了 加上呢 最近当地的电力供应吃紧 很多地方停电了 没有办法开冷气 民众大喊吃不消啊 所以呢 只能去海边 只能泼水 找一些阴凉的地方避暑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阿根廷 部分地区气温呢 甚至飙到了摄氏45度左右 像是在首都呢 布宜诺斯埃利斯 周遭有一些电网故障了 所以呢 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 面临大停电 气象学家就表示呢 这一波热浪啊 超乎想象 恐怕会创下 阿根廷气温的新高记录 一起来听 极端信号看完之后呢 将要向喂打疫苗的居民 要征收一项健康税 也成为加拿大第一个 对这个喂打疫苗的人 祭出财务惩罚的一个地区 魁北科的省长是表示呢 尽管目前呢 政府还没有决定 这个税金到底定下是多少 但他说这绝对会让人很有感 会是一个让人有感的树木 因为呢 他认为说这个喂打疫苗的人 也必须要为全国的公卫做出贡献 好 事实上呢 魁北克也不是全球唯一一个 对这个不打疫苗的人 实施经济惩罚的地区 先前呢 希腊也曾经规定 喂接种疫苗的人士呢 会面临100欧元的罚款 大概是台币3000元左右 如果呢 这些人继续不打疫苗的话呢 每个月还会继续被罚款 而在新加坡呢 则是要求说 这个喂接种疫苗的人士 如果染疫之后呢 医疗费必须要自己出钱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 台湾昨天是展开了 这个长城航班落地的筛检 引发了各地的关注 在印度机场呢 现在也因为筛检的问题 登上了新闻版面 印度目前呢 新冠肺炎确诊数 已经超过了3500万例了 死亡数标破了48万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当局当然必须要寄出 更多防疫限制了 那么从一些高风险国家 入境的这些旅客呢 他们都必须要进行检测 好 那么有两架呢 这个欧洲大西洋航空 从意大利飞到印度的 两架班机呢 抵达机场之后 分别验出了 有173人 还有125人染疫 算一算呢 这个阳性率高达了82% 让印度民众吓坏了 那么处罚前呢 原本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乘客 更是错愕 那么后面当中呢 可以看到有大批的人 当时呢 是现场一片慌乱 救护车呢 也守候在机场外 排队等候 因为有很多乘客 要等着送医 不过有很多人呢 也感到相当的愤怒 在现场 跟这个机场的人 吵了起来 认为这检测结果 根本不准嘛 所以他们根本不想 被送医 也不想被隔离 传出至少有13名检测 阳性的旅客呢 是趁乱逃离机场 据说这些人呢 如果被找到之后 最坏情况 他们的护照可能会被注销 不过现在外媒 有最新的消息指出说 有大批的乘客 出现阴转阳的状况 很可能是因为 这个机场合作的实验室 出错了 才会导致他们的检测 结果出包 目前呢 是已经展开相关的调查 那么印度官员呢 也对这个过高的阳性率 产生了疑虑 所以对实验室展开调查 那么有这个医师就指出说 根据初步调查显示 这个实验室里头 有一个机器控制系统 出现了操作不当的问题 所以乘客的阳性 可能是一场大乌龙 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 最新的全球现场 听用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